朝鲜星期五深夜再度试射洲际弹道导弹 而这次的射程比上次更远更高 导弹飞行时间长达47分钟12秒 达到最大高度3724.9公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宣称 这场试射表明朝鲜有能力 随时随地发射洲际弹道导弹 金正恩更自豪地表示 试射也证实了整个美国大陆都被列入射程范围 朝鲜成功试射导弹后 美国和韩国也立即进行实弹演习 予以回应 此外宋荣武指出 韩美将早日讨论临时部署剩下的萨德发射架 加强韩美联合威慑 同时韩军将早日构建 自主核岛应对体系 全程监控朝鲜导弹发射的日本政府 同样表达强烈抗议 欧盟随后也发表声明 谴责朝鲜发射导弹 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 欧盟呼吁朝鲜不要采取任何可能增加区域 和全球紧张局势的进一步挑衅行动 NW7综合报道